重要的医疗新闻首相带您关心 中国大陆的H7N9流感疫情不断扩大 国内也出现了两起境外移入病例 其中一人已经死亡 而面对疫情延收 国内负责研发疫苗的国光生计表示 目前已经完成了动物实验 下个月就进入人体试验阶段 最快在六月份可以提前上市 H7N9流感疫情今年又卷土重来 中国广东和湖南20号 又各新增一例病例 光是今年一二月份 中国H7N9流感确定病例数 就已经超过一百八十例 造成四十七人死亡 而国内也出现两例 境外移入确定病例 其中有一人死亡 面对H7N9疫情持续延烧 卫福部食肴署宣布 已经核准国光生计进行H7N9疫苗研发 今年将可进入人体试验阶段 我们会根据这个 就是提出计划里面 特别是在动物实验的部分 我们会去确认它的 使用人体的安全性 国光生计表示 去年六月就已经从美国 取得H7N9疫苗株 并以传统鸡胚胎技术 培养制造疫苗 经过动物实验后 显示疫苗安全性没有问题 也具有足够的保护力 因此将从三月开始做人体试验 但如果发生紧急重大疫情 最快六月就可提前量产上市 此外对于外界担忧 H7N9病毒仍持续变异中 等疫苗完成可能已经失效 对此国光生计强调 就目前存在的病毒株 安徽株及上海株 经动物实验证明 还是有保护效果 至于未来病毒产生重大突变 则需要进一步观察 记者赖淑敏林国黄台北报道